周六,一间上诉法院裁定,暂停拜登政府对拥有一百名或以上员工的企业发布的强制疫苗令 这一裁决来自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 此前,多个共和党州的总检察长起诉拜登政府的疫苗命令 该命令要求拥有一百名或以上员工的雇主,强制要求员工接种疫苗,或者进行频繁的新冠检测 拜登政府在9月份宣布,将通过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发布新规 符合标准的公司必须在1月4日之前让员工接种新冠疫苗,否则员工必须每周进行一次检测 上诉法院裁定,OSHA的新规有严重的法定和宪法问题 规定包括,派件特工检查各企业,以确定他们是否遵守命令 如果企业被发现不遵守规定,将被罚款136,532美元 在新规发布以后,至少有26个州反对联邦政府的疫苗令 几个州联合对新规提出了总共四项法律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